Odia Jungle 俄罗斯远东一家中国牙医疹,索的三名中,国牙医,被俄罗斯警方拘捕,他们被指控非法行医。 据俄罗斯共青团真礼报,在1月19日报道,俄罗斯远东萨哈林岛中部,一家中国人开的牙医疹,索被当地警方去递,三名中国公民被捕,Aspigo等于WiadoWadsbygoogle,Push。 报道透露,这三名中国人把牙医疹,锁开在了民房中,并开始接纳患者,在接到当地居民匿名举报之后,萨哈林州警方和移民局工作人,原队此展,开了联合调查,发现该中国人诊所属于非法营业,并决定予以取缔。 而萨哈林州内务部新闻中心官员队,此案透露,说,三名中国公民的行为属于非法营业,根本没有取得任何合法的营业执照或许可,就开始接纳患者治疗。 而移民局官员司梅特兰娜·达士奇金娜女士对此透露,说,在对这些外国人的护照和签证进行检查过程中发现,他们所从事的医疗工作同签证上所许可的进入俄罗斯的目的不符。 据透露,目前已经针对三名中,国人展开立案调查,移民部门正在研究将他们驱逐出禁回国的问题。 Aspigo等于WiAboW,ABSBYGOOGLE,BUSH。 从2018年开始,位于俄罗斯远东的区的勘察,加边疆区以萨哈林州,成为纪布拉迪沃斯·托克之后实行电子签证的新地区,包括中国在内的18个国家公民,均可通过开放而简化的网站电子签证,由上述的去进入俄罗斯。 俄罗斯远东发展部对外表示,俄罗斯的远东实行免费电子签证政策,主要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中国游客到来,带动当的旅游经济发展。 但此次三名中国人进境后,便在当地开始扎根儿、私自开办牙医疹所被拘捕的事件,显示一些中国游客的想法,并不完全同俄罗斯政府的计划相同。 而俄政府和当地俄罗斯居民也加强了对此戒备和监控工作。 特约记者刘新宇则编、吴京网编、郭杜来源、RFA版权归RFA所有,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。 经Radio Freighter 2025 MST,AW,Suite 300,Washington DC 2006许可进行再版,HTTP,WWW,RFA。